将别人的尿液绑到大腿上 再把血液注射进甲指膜 接着贴到自己手指上 这是小帅每日上班的门禁卡 来到公司 把手放上探测器 绿灯亮起 通过了第一道关卡 然后将大腿上的尿液 趁医生不注意放入取样杯 就这样 尿检的关卡 小帅也顺利通过 而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 未来世界里 划分优劣的标准 无关肤色 人种 国界 唯一衡量的指标便是 每个人的基因 在这里 人类已掌握了基因改造技术 自然受孕分娩的 大多数都是瑕疵人 而通过基因优选技术 将优质的受精卵筛选出来后 生出来的孩子就叫做完美人 外貌 肤色 人种此刻都不再重要 一切全都由基因决定 瑕疵人出生就注定了 是受人歧视的一生 他们只能做着最低层的工作 优质的工作 他们只能望而却步 而男人小帅就是瑕疵人 刚出生时 医生仅凭一滴血液 就判定了他的一生 患精神病的几率是60% 心脏病的几率是99% 寿命预计只有30岁 也是因为这样 小帅的父母 选择通过基因筛查技术 再要了一个二胎 弟弟是优选基因 不仅不会长胖兔头 还聪明帅气 从智商到外貌 都全方位碾压小帅 夺走了父母的全部关注 小帅感到不公 他多次和弟弟游泳较量 可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但小帅并没有放弃 他努力学习航天知识 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去到太空 但父亲的一句话 打破了他的幻想 瑕疵人无法成为宇航员 果不其然 小帅去面试这天 现实就给他上了一课 念士官不看履历 只拿出一个小瓶子准备尿减 基因决定是否录取 小帅只能失望离开 他再次和弟弟游泳较量 命运的不公让他爆发了 而这一次他不但取得胜利 还就下了将要溺水的弟弟 这件事给了小帅极大的鼓舞 他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家 向着梦想的太空 踏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但奔向梦想的路上 总归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如愿以偿进入了航空局 只不过他的身份 是航空局的一名清洁工 夜晚小帅在宿舍疯狂锻炼 他明白 单靠努力 并不能实现自己的太空梦 于是他决定走另一条路 这个宝宝刚咕咕落地 就被医生吓达了死亡通告 因为在未来世界 自然受孕的基因都是有瑕疵的 大多都容易进食 个头也不高 思想还容易跑偏 而小帅就是瑕疵人的一员 可他不姓名 为了自己的航天梦 他决定伪造基因 小帅找到一个黑市商人 认识了完美人尤金 尤金出生就拥有最强基因 还是个游泳健将 可却因为车火 只能与轮椅相伴 他无疑是改变身份的绝佳人选 为了改变模样 小帅戴上了隐形眼镜 剪短了头发 甚至进行了断骨增高 终于 小帅现在和尤金宛若一人 利用尤金的基因 小帅成功硬听进了航空局 从这一天开始 他每天都会刮掉身上的皮屑 尽可能减少劣质基因的掉落 而尤金则大量收集皮屑 整理毛发 并且疯狂地存尿存血 以便小帅成功上班 小帅每天提心吊胆 只要敲过的键盘 就会立刻认真清理掉落的皮屑 然后偷偷把尤金的皮屑撒上去 下班时还不忘 在梳子上挂着一根毛发 以防别人检查 很快 小帅就凭借着出色的实力 在学员中拔得头筹 一周后他就可以踏入太空之旅 但这时却发生了意外 负责项目的督导被杀害了 过去查看的小帅 不小心在墙壁上 留下了一根睫毛 而这正好被警方收集到 现场的样本采集中 他们通过检测 查出小帅的劣质基因 知道局里出现了一个瑕疵人 他们开始在内部和外部展开调查 更巧的是 负责的警官 就是他多年未见的亲弟弟 弟弟来到公司 把哥哥的身份上传到每一台电脑 小帅彻底慌了 怎样才能不被发现呢 警察先是在每个路口设置关卡 然后又把所有的保洁都筛查了一遍 最后压力给到了宇航员这边 可万万没想到 大家都测了就小帅没来 因为小帅晚上 和一个仰慕他很久的女同事 去看了一场音乐会 并且确定了关系 而尤金知道警察 一定找上小帅 所以为了保他 特意守在门口 接受警察的检测 虽然身份没问题 但是残疾的双腿 让警察不得不怀疑 虽然最后尤金用三寸不烂之舌赶走了警察 但是弟弟却来到了小帅这边 进行临时抽查 小帅带上女友立刻逃跑 可惜桌上的心脏病药被弟弟发现了 弟弟知道完美基因的人 是不可能有心脏病的 于是第二天找到小帅女友 让他带路去小帅的家中 小帅得到消息后 立马通知家里的尤金 叫他准备一下 在大腿上绑好别人的尿液 然后把血液灌进止磨 最后用胶水沾到手指上 利用别人的基因 原本是残疾人的小帅 竟顺利通过了航空局的考核 成功变身王牌宇航员 这让身为完美人的 警察弟弟心有不甘 他带着小帅女友来到哥哥家 想要当面拆穿哥哥的骗局 可他不知道的是 尤金这边也在竭尽全力 迎接他的到来 只见尤金爬到楼上之后 使劲伸手打开了门锁 在弟弟到达客厅之前 拼了命地爬上沙发 然后拍掉身上的灰 再抱起一条腿 摆成二郎腿的姿势 等弟弟来到屋内 他已经擦去汗水 俨然一个完美成功人士 可等弟弟要抽血查基因时 发现尤金的手臂有多处针孔 这是频繁扎针的痕迹 虽然基因检测显示没问题 但弟弟还是疑心重重 幸运的是 就在此时 弟弟接到通知 被告知凶手已经找到了 这才离开了这里 小帅回家之后 女友却并没有离开 刚好发现他们 共用一个身份的事实 小帅极力挽留 但是女友无法忍受欺骗 最后还是走了 女友的不理解 加上警察弟弟咬住不放 小帅的心态彻底崩溃 他立刻打开冰箱 把里面的存货统统倒掉 尤金也急了 骂他是懦夫 怎么能遇到一点事 就随便放弃 渐渐的 小帅冷静了下来 也知道尤金骂的 其实也是他自己 当年参加游泳比赛 尤金因为只拿到银牌 就去撞车求死 最后断了双腿 这一瞬间 小帅终于下定决心 他要带着尤金的身份 一起完成他们人生中 最后一次高光时刻 还有两天火箭就发射了 虽然小帅洗脱嫌疑 但他还是和弟弟 见了最后一面 小帅带着弟弟来到海边 要来一次他们小时候 最常进行的游泳比赛 谁能游到最后谁就胜利 以前输的都是小帅 但今天不同了 两人游了好久好久 都没有奋出胜负 弟弟扛不住了 他说 再不往回游 我们的命都没了 小帅终于赢了弟弟 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很快 上太空的日子到了 临走时 尤金和他告别 他说 在你升空之后 我也要开始我的旅行了 冰箱里准备了充足的尿液和血液 够你使用两辈子 说完 他还给了小帅一个信封 让他升空之后再打开 可不巧的是 公司在起飞之前 加了一个新规定 要再咽一次尿 小帅这次认命了 因为他根本没有带油筋的样本 检测结果显示了 他的劣质基因 小帅自嘲地笑了 这时医生却说 我的儿子非常崇拜你 因为他的梦想 也是当一名宇航员 只可惜他也是 自然受孕的劣质基因 说完后 医生随手就把小帅的身份 换成了油筋的身份 让他通过了监测 原来 小帅第一次来公司尿检时 医生就注意到了小帅的破绽 但他和小帅一样 从来都不认为 基因之间的丁点差异 就可以盲目划分人的优劣 努力的人不应该被埋没 而另一边 油筋费力地爬进焚烧炉里 默默地关上了门 火箭升空了 小帅打开油筋给他的信封 里面是留给他的示意搓头发 影片到此就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千钧一发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